副總統的事不要寫 蛤 該不會下禮拜公布是你吧 蛤 今天你100分 因為你問了一個最近爆的消息 詹雅雯曾收副總統要約 不能說的秘密全說了 那眼睛會都要三四個小時 或許就是身體狀態是ok的 我非常好 very good 今年飽受帕金森試針所苦的詹雅雯 曾說要放棄治療 那我現在只想要讓自己就是 很舒適的生活就好 所以我帕金森也是現在不在一起 其實宣布明年將在台北高雄 舉行春分演唱會 我離上次的開演 應該有一年八個月左右 沒有在開演了 所以我覺得我休息夠了 你現在已經沒有在吃那個 帕金森試的藥 惡化症狀會影響到演唱會 你現在不會演髒 我控制得很好 我非常努力 我非常加油 我沒有任何的放棄 江雅雯影響熱心供應 日前為好友與美人的對手 成立競選總部站 他也爆出猶豫小船翻船了 你跟美人姐有吵架嗎 怎麼會呢 你怎麼這麼問呢 你又今天有其他人說 誰說 那最近有沒有關心他 總統 我非常祝福 我非常祝福 我對於所有 想發新發願 為眾生付出 為人民付出的 的這些人呢 我都是百分之百的祝福 那你說我想要為人民付出嗎 有沒有 最近還不能找你啊 將近快二十年了吧 已經有人找我 找我在政治圈的這一塊 對我感興趣啦 我到現在還是拒絕 拒絕二十年 我拒絕二十年 你有動搖過嗎 沒有 還有人 問你要不要當副總 今天你一百分 今天你一百分 真的一百分 因為你問了一個最近爆的消息 也是我內心最 最不能說的秘密 你那時候沒有心動嗎 不是心動 而是我驚訝 很驚嚇 驚嚇 我嚇到 他就一路不悔嗎 呃 不能說怎麼拒絕 我只能說 他看得起我了 他看得起我了 我目前 只想做好我現在 唱歌的這件事情 歌聲一樣可以服務眾生 小聲吃 歌聲 就是 我告訴你 你 寫不來 我先說 你 不來 豪